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近日 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连续发生了严重的高速公路桥梁坍塌事件 因暴雨和山洪爆发 造成至少12人死亡 数十人失踪 这已经是中国在不到三个月内第二次发生此类致命事故 尽管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已下令全力进行救援 但这些事件再次揭示了中国在面对极端天气时的脆弱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灾难之夜 中国西部高速公路坍塌事故 文纽约时报 南华早报 日本时报综合报道 在中国陕西省的某个夜晚 天色阴沉 暴雨如注 丹宁高速公路上一段桥梁在惊人的自然力量面前显得渺小无助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引发了山洪 导致桥梁部分倒塌 当夜幕降临 滚滚洪水将桥梁的支柱吞噬 桥面随之垂直折断 坠入下方的泥宁河流中 至少12人因此失去生命 数十人失踪 这一切都在短短几分钟内发生 如同一场噩梦 来自现场的第一手报道 据中央电视台CCTV报道 事故发生在周五晚上9点左右 地点位于陕西省南部的丹宁高速公路上 高耸的桥梁垮塌后 现场一片狼藉 泥宁的河流翻滚不止 犹如一头狂怒的猛兽 官方新华社周六公布的一张照片 让人们一睹这场灾难的全貌 高速公路的桥梁折断 脆弱的桥面 如同一张纸斑 垂直折向下方 掉入湍急的河流中 这一景象震撼了无数人的心 守夜人与救援队伍 在这场灾难发生后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立即下达指示 要求全力进行救援 他强调 当前的首要任务 是全力投入紧急救援工作 尽一切可能搜寻失踪人员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 并妥善处理善后工作 包括安抚受影响家庭 据国家媒体报道 应急管理部部长王翔喜 于周六早上亲赴现场 指挥一支由869人 93辆车 41架无人机 20艘船 和一套声纳系统组成的救援队伍 这支救援队伍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迅速展开搜救行动 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生还者 居民的惊悚回忆 当地居民对于桥梁的倒塌事件 深感震惊 一名目击者告诉成都经济日报的 数字媒体红星新闻 他看到一辆小车在河中漂浮 他自己的车被当地居民用手电筒拦住 要求他掉头 因为前方的桥梁已经倒塌 几辆车掉入了涨满的河流 这名目击者的描述让人不寒而栗 彷复一场灾难电影中的场景真实上演 一名男子则幸运地被居民用绳子拉上来 他的生还故事为这个悲伤的夜晚增添了一丝希望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他的惊险遭遇和最终的获救 成为这场灾难中的一个小小奇迹 悬而未决的危机 截至周六下午 仍有约31人和18辆车失联 搜寻工作在泥宁和黑暗中进行 救援队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习近平再次强调 要求应急工作人员仔细检查周围的安全隐患 严防次生灾害 他指出 中国已进入7月底至8月初的关键讯期 呼吁各相关部门履行灾害监测和预防的责任 在这场灾难性事件的背后 是持续的暴雨和洪水的蔓延 据新华社报道 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 以紧急拨款2.6亿元人民币 约合3580万美元 以支持包括陕西和临近的四川省在内的地区 进行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场灾难并不是单一事件 据纽约时报报道 在今年5月1日 中国东南部的一段沿山坡行驶的高速公路 也因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而坍塌 至少造成48人死亡 习近平当时也曾要求全国各地政府 更加重视识别和处理此类风险 自然的无情与人性的光辉 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 自然灾害的无情和不可预测性 据日本时报报道 这座位于西北部陕西省的桥梁 在周五晚上因突如其来的暴雨和山洪爆发而倒塌 让当地居民和救援人员措手不及 这是中国近几个月来因降雨和洪水引发的 第二起致命基础设施倒塌事件 尽管自然无情 但人性的光辉在灾难面前却更加耀眼 救援队伍和当地居民的合作 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救援队伍连夜展开搜救行动 试图找到失踪者并救出被困人员 结语 这场灾难性事故警醒了每一位关注此事件的人 也提醒了我们对于自然灾害的警惕 随着救援工作的不断进行 希望能有更多的生命奇迹出现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人们需要更加团结互助 共同面对挑战 为了每一个生命的安危而奋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近日 中国西部和西北部地区 接连发生了严重的高速公路桥梁坍塌事故 造成多名人员死亡和失踪 这两起事故的发生地点分别位于陕西省和其他西部地区 主要原因是暴雨和山洪引发的自然灾害 首先 在陕西南部丹宁高速公路上的一座桥梁 因暴雨和山洪的侵袭部分倒塌 坠入下方的河流中 这起事故发生在周五晚上9点左右 截至周六下午 已经确认12人死亡 仍有31人和18辆车失踪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当局已经组织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 包括869人的救援队伍 93辆车 41架无人机 20艘船和一套声纳系统 投入救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 都下令全力展开救援 努力减少人员伤亡 另一方面 在中国西部的另一地区 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高速公路桥梁坍塌事件 造成至少12人死亡 数十人失踪 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暴雨和洪水引起的背景下 显示了自然灾害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力和不可预测性 这些事故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也给当地的交通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此次事故也再次引发了对中国基础设施安全性的关注 在今年5月1日中国东南部阴山体滑坡导致的一段高速公路坍塌事件中 至少48人死亡 习近平当时曾要求全国各地政府加强对此类风险的识别和处理 并强调防灾减灾的重要性 目前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已经紧急拨款2.6亿元人民币 约合3580万美元用于支持包括陕西和临近的四川省在内的地区 进行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 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搜救行动 受灾人员安置损坏基础设施的修复等方面 总体而言 这些事件凸显了自然灾害对基础设施的重大挑战 尤其是在汛期期间更需高度警惕 当局需要加强对高风险地区的监测和预警体系 并且在基础设施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考虑到自然灾害的风险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来类似事故的发生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咱们得先看看这次坍塌事故的背景 这不是第一次 甚至不是第二次了 高速公路坍塌已经成为中国近年来的频繁事件 这次在陕西又有12人死亡 31人失踪 这些桥梁次次在暴雨中倒塌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基础设施大国 我看是基础设施危险大国才对吧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可不够公道 暴雨和山洪 这种天灾谁能预测得了 中国的应急管理部门已经迅速反应 派出869人93辆车 41架无人机和20艘船 这么高效的救援行动 放在哪个国家都是顶尖的 天灾不可避免 但我们看到的是迅速有效的应对措施 谢琪琪 天灾固然难以预测 但人祸却可以避免 这已经是半年内第二起高速公路坍塌事件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基础设施在设计和建设上存在严重问题 习近平早在五月份就要求加强灾害监测和预防 可是效果在哪里 难道只能等到更多人命 丧皇权才会引起真正的重视 楚天书 你这就是典型的马后炮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基础设施庞大复杂 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 何况 桥梁倒塌的却是因为暴雨和山洪导致的 这是大自然的力量 人类再怎么努力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就像美国的纽澳梁预风 天灾面前 谁都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 好吧 谢琪琪 你的高效救援是没错 但我们不能光看事后的应对 还要关注事前的风险防范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施建设是现代化的基石 美国的却有纽澳梁预风 但他们也吸取了教训 强化了防洪措施 而我们呢 难道要等到每次都付出惨痛的代价 才来补救 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态度 楚天书 别太严苛了 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关键是我们能够快速反应 并采取积极措施 中国每年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是巨大的 比如2022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 达到了13.9万亿人民币 这次事故后 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也马上拨款2.6亿元 支持救援和重建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不像某些国家 只会打嘴炮 实际行动却远远落后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塞 这简直比电影还要惊险刺激 中国西部的高速公路桥梁在暴雨中崩塌 足足把整个交通系统和应急管理部门都搞得手忙脚乱 最遗憾的是 这起悲剧已经导致至少12人死亡 还有多人失踪 这不是几个月内的第一次了 前一次也是暴雨导致的高速公路坍塌 48人遇难 习近平大大和李强总理都火速下令全力救援 但这次的情况依然非常严峻 这事故真的是让人心急火燎 当局派出了869名救援人员 93辆车 41架无人机 还有一堆高科技设备 希望能救出更多的生还者 看到那张照片 高速公路向急了断裂的面条 一边桥梁直直掉进河里 真是让人胆战心惊 这也提醒我们 高速公路桥梁的设计和维护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尤其是在这种天灾频发的季节 不仅如此 同一时间 陕西省也发生了类似的桥梁倒塌事件 再次因暴雨和山洪爆发导致12人死亡 数十人失踪 看来这次的暴雨 真是比牛郎之女的眼泪还猛啊 习近平再次发表了指示 这次还特别强调要注意安全隐患 防止次生灾害 听说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 也迅速拨款2.6亿元人民币 来支持救援和重建工作 这抹大手笔 真是有大国风范 看到这些灾难发生 我们不禁地思考 为什么这些基础设施 是在极端天气面前如此脆弱 虽说天灾难测 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 这里面或许还有设计 施工质量 维护不到位等多方面的问题 倘若这些桥梁能够经历更严格的检测 和更完善的维护 也许这些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这次灾难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的无情 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人类在面对灾难时的脆弱和无助 然而 危机当前 我们仍然看到无数救援队伍和志愿者部位艰难 迎难而上 他们是这场悲剧中的英雄 从无人机到声纳系统 各种高科技设备被广泛运用 救援工作依然在紧张地进行 总之 这次的桥梁坍塌事件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希望在未来 我们能够从这些惨痛的教训中汲取经验 不仅仅是在设计和建设方面加强规范 更在日常维护和应急响应上提高效率 让我们的基础设施更加安全可靠 毕竟 生命无价 每一次灾难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消逝 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珍惜生命 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会参加你 我会参加你 我会参加你